下载完的档案会放在哪里 当然在我们的下载里 那您知道自己的下载在什么地方 我们的电脑的下载位置 我们现在来去观看一下 打开资料夹 点选这个下载 如果说我们这边按照时间来去排一下 最上面的这一个就是我刚刚下载下来的 像例如说我刚刚下载下来 他这边下载的是 Table Desktop 64 位元2018.3.1 这个版本 我印象之中我是从9.2这个版本开始用 然后接下来到了 9.1 9.2 9.3 9.4 然后10.1 10.2 10.3 他好像到10.5 接下来就直接换成2018.1 2018.2 2018.3 目前2018.3 我们可以用的是这个2018.3这个版本 快速点两下我们就可以进行软体的安装 怎么安装呢 就点一下这个执行按钮 然后接下来他这个欢迎画面 Welcome to Tableau 我们可以轻松的看到这个地方 我们的安装的版本 然后license term一些项目 就是必须要遵守的使用的一些依循的项目 然后在这个地方 当然我们要打勾 我已经阅读这个我已经阅读 而且接受这license各个项目的那个内容 好打勾打勾完毕之后 你要是不打勾这边install它是灰色的 一定要勾选它 一定要勾选它 然后才能点选install 因为你不接受不同意它的使用款 当然它就不需要跟你去使用 然后点选install 也就是说如果耳后有任何 例如说不是你 然后想要去破坏你的电脑 然后这个时候 他可能就是想要去安装什么木马城市 植入到你的电脑里 这个时候你跳出来这个画面 他就请问你说你要不要去同意 当然这时候你就要选否 那table是我自己下载我现在要安装 所以当然这个时候我要选择是 然后再稍微等一段时间 等一段时间 然后我们就可以去完成 各位可以发现我们这个table desktop 它其实它撰写的一个模式 它是用Visual C++来去做撰写 然后在这个地方 等到这个progress跑完 刚刚刚这边是完全都灰色的嘛 这代表说绿色绿色就是它安装安装 你看像现在我游标要是落在这个地方 稍微等一下下它就会再继续往右边跑 继续往右边跑 好 再稍微等一下下它应该就好了 那当然这个安装它是在背景执行 所以你也可以最小化 等一下就会看到这边已经不是cancer 对不起 cancer是癌症 cancel 而不是取消 而是变成例如说确认 就是说完成 finish 类似这样子的字眼 快安装好了 你再稍微等一点点的时间 Tabril这套视觉化分析的软体 是我比较推荐拿过来做大数据分析的工具 因为它没有比数的限制 好 那接下来它这边它是说 它必须要restart to reboot 就是说重新启动我们的电脑 重新启动我们的电脑 然后 才可以完成 所以所有的安装 其实就算我们现在不去restart 我们的computer 我们照样也是可以来去 就是执行 所以我暂时 我就不去做那个restart mycomputer的这个动作 而我就直接点close 来去关闭 这样子的话 在我们的桌面上是不是就有一个Tabril 2018.3 这就是Tabril 这就是Tabril 好 我想这样子我们就把Tabril安装完成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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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